足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奇幻惊悚片破展三次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有一个连环杀人犯变态哥正在到处流窜 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人都领了好饭 最近这段时间 这个变态哥又盯上了电视台的女主播春花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 不断的给春花打骚扰电话 把春花折磨的是吃不下饭工作也没心思干 吓得是花子乱颤 电视台的领导一看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眼珠一转近上心来 让春花主动出击 配合警方来一个引蛇出动关门打狗 不过80年代那会儿了 这通讯设备还都比较落后 虽然春花身上带着无线电 但稍微一有干扰就啥也听不见 自打春花出门去跟变态哥见面之后 他老公胡子出这尾巴根就不停的窜凉气 唯恐春花出什么事 和变态哥通完电话 春花按照指定地点来到了一家路上厅 春花刚一进包房就被变态哥摁在那凳子 此时春花身上的通讯设备已经彻底没信号 电视台那边不管怎么呼叫春花也听不到 于是电视台的人急忙联系警方寻找 要说警察的办事效率就是高 很快两名警官就摸到录像厅了 这个时候春花在包房里突然一声尖叫 其中一个年轻警官隔着门盯着光荡就开了枪 老警察说你这个笨蛋 春花要是领了盒饭我看你怎么办 不过幸运的是 年轻警官这几枪全都击中了变态哥 这次的经历在春花的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因 他不仅整宿整宿的做恶梦 而且还差点得了精神病 转过天电视台接到线报 说有一个跟变态哥名字一模一样的男人住在某公寓 记者大长脸和夏河急忙来到公寓聊一期情况 两人进屋一看发现这里是狼藉一片 墙上贴满了简报和素描画 其中一张画画的正是春花 看来这变态哥还是一个具有艺术家气息的杀人狂 由于精神过度的紧张 春花在上节目的时候出现了幻觉 看哪都像变态哥 春花把自己的情况向医生王的白诉说了一遍 说王的白呀 我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王的白在郊外有一个治疗中心 收治了很多精神出现问题的病人 在王的白的建议下 春花和老公胡子叔开着车前往治疗中心疗养 到了晚上 春花和胡子叔参加了治疗中心的勾客晚会 大家畅所欲言无话不谈 丝毫看不出这些人有病 只有张大爷脸色焦黄看上去不是太正常 东梅是个性感的女人 尤其是那双大眼睛 勾三魂射气魄 从来没有试试窝 这胡子叔确实是个好男人 不管东梅怎么撩他就是不接招 东梅的弟弟狗胜一脸的邪恶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 到了后半夜 春花被一阵鬼哭狼嚎声给吵醒 胡子叔说这里可是荒郊野外 有什么声音都不奇怪 而就在这个时候 开头已经被警察射杀的变态哥生气般的出现 转过天 记者大长脸和夏合来到停车房 吃惊的发现 连环杀人犯变态哥的尸体已经不见了 到了晚上 春花和病友秋菊正闲聊的时候 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奇怪的动力 两人拿着手电筒前去查看 发现一头老黄牛领了河畔 为了查出变态哥尸体失踪的原因 大长脸和夏合来到了一家商店 这家商店专门经营怪力乱神的玩意 什么丧尸大恶魔狼人老妇婆 全是封建民 这前面也没什么铺垫 夏合和大长脸突然就跟老板聊起了狼人 老板说如果方法不对 狼人死了之后还能再活过来 瞧瞧没 银子弹 专门对付狼人的秘密武器 自要是射中狼人 他们准个儿屁 到了晚上 打猎归来的胡子叔拿着野兔 溜达到了东梅的门口 东梅的弟弟狗盛说 我姐姐做菜可是一把好手 让他给你做个红烧野兔 保证你吃了就不想走 胡子叔进屋之后 东梅又凑过来下情念 胡子叔一看形势不妙 虚晃一招仨子就了 这哥们在返回的途中 突然遭到了狼人的袭击 胳膊上被咬了一大口子 狼人的病毒 顺着他的任督二脉 就游到了他的中心地带 得知消息的夏合和大长脸 急忙开车前往直到中心 本来这胡子叔是个素食主义者 自打被狼人咬了之后 每天是大鱼大肉吃个没够 到了后半夜 马上就要变异的胡子叔 主动找到了东梅 原来这东梅就是个狼人 圆圆的月亮像鸡蛋黄 两人很快就变成大胃老 夏合在附近摸情况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 眼前的景色和变态哥 那幅画中描绘的是一幕一样 这也说明变态哥 肯定在这附近踏过清血过声 夏合在返回的途中 路过一个小屋 他摸进去一看 发现跟之前变态哥 那个房间里的布局 几乎一幕一样 这姐们正拍照的时候 狼人突然又杀到 夏合临危不乱 一斧子把狼人的手位砍断 夏合跌跌撞撞的 跑到了医生王德白的办公室 给已经回去了大长脸 打了一电话 夏合说狼人真的存在 那个变态哥肯定还活着 而且就在这儿 我怀疑医生王德白 也是他们其中的医员 当夏合正在翻阅 王德白的病人档案的时候 狼人突然出现 这次夏合没能跑了 被狼人吭吃一口咬死了 大长脸在电话里 听到动静不对 急忙带着店老板的 那盒银子弹前往这奥公信 春花跟胡子书 大吵了一件之后 提着包打他回去 当他来到王德白的办公室 准备打个电话的时候 看到了凄惨的一幕 这夏合是两眼 袁征戏分已经杀了清了 当他正梦圈的时候 变态哥突然出现 变态哥说 我天天盼月月盼 终于盼到了你出现 变态哥说着 猛的一发功 很快就变成狼人了 春花集中生智 一瓶硫酸就泼到了 变态哥的脸上 然后虚晃一招仨子就撩了 春花刚准备开车逃走 就被俩龙套给火捉了 原来这里所有的病人 跟胡子书一样 都是被狼人咬过之后变业 医生王德白虽然不是狼人 但却跟这些狼人 沆贴一气 总而言之 这个治疗中心里的人 包括票去的警察 全是狼人 王德白说 你老公胡子说已经入伙了 你也考虑考虑 眼瞅着春花要倒霉 大长脸开着车及时赶到 要说这银子弹 真的是狼人的克星 大长脸连开几枪 很快就掌控住了局势 随后大长脸和春花 一起把狼人们关进了骨仓 然后一把火把骨仓烧了 两人开着车 正玩命逃窜的时候 很快就被警察 将军度给拦住了 这将军度虽然是警察 但枪法不怎么样 很快就被大长脸给禁闭 两人开着将军度的警车 刚打算逃跑 车又打不着了 这个时候 从骨仓逃出来的狼人们 蜂拥而至 把警车给团团围住了 大长脸这边刚把车发动着 春花就被狼人咬了一口 转场之后 春花回到了电视台 为了证明狼人真的存在 春花在现场直播中 突然变成了狼人 大长脸也没客气 按照两人达成的协议 一枪就把春花给毙了 影片的最后 东梅出现在的酒吧 这充分说明还有蓄积啊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狼人也挺不容易 东躲西藏净手起 好不容易变个形 到了还是嗝的屁